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之前 让我们先进入8月1号的百格大事迹 昨天的百格大事迹有提及 首相安华获得亚罗志打高庭发出的临时禁令 禁止吉打看守大臣穆哈默·沙努西 在社交媒体网站以及其他平台发表重复以及刊发诋毁安华的相关言论 来到今天 沙努西就在社交媒体上贴文表示 他是在不知情而且没有任何征兆之下 接到单方面发出的临时禁令 他本人也根本没有机会提出抗辩 沙努西还以没有下雨也没有暴风雨 突然就树晃落叶来形容这起事件 那么 安华是在去年底起诉沙努西诽谤 但在这个诉讼案还没有审讯的时候 沙努西日前在政治讲座上又发表同样的言论 也就是安华是利用欺骗手法来获得王室特赦的 所以安华就向法庭申请禁令并且获得了批准 伊斯兰党树立主席端伊布拉辛 昨天晚上在森州两人州选区的政治讲座上 隶属巫统过去的不良记录 抨击巫统是一个忘恩负义的政党 在森州中选区中选区中选区 一旦曾经在乌统遇到困难的时候出手相助 包括在烟斗补选期间为巫统站台 但是当巫统输掉的时候 一党却被责怪助选 但是就不知道一党的这番论述 是否能够吸引到森州选民的支持了 至于槟城 班台 惹亚区 国盟民政党候选人胡洞强这边 他就保证一旦国盟执政兵州 如果州政府提出任何影响非穆斯林的政策 包括禁赌或者是禁酒 那民政党全体州议员会辞职 不惜让国盟州政府倒台还政于民 胡洞强说 这是党有史至今不变的立场 也是民政党的原则 他还直言 民政党和一党合作就如双打一样 随时可以拆散 民政党不是加入一党 从没有为一党漂白过 对于一党领袖发出的一些言论 民政党做到敢于批评 绝不向行动党般进进 那么说到民政党呢 就不得不提民政党主席刘华财了 战争冰城八六拜的他 引起一党的不满 到现在都没有看到一党人士为他助选 对此公正党总秘书塞福丁 被媒体询问这件事情的时候 就为刘华财打抱不平 塞福丁认为 从提名候选人的事件 就可以看出国盟内部出现矛盾 一党很不尊重有党 而且展现出霸道的作风 至于刘华财有多倍不尊重呢 他今天拜票之后就向媒体证实 一党主席哈迪阿旺已经到槟城来助选了 但是他解释由于哈迪的行程紧凑 所以不会特地来八六拜帮他助选 但他会争取时间会晤哈迪 以汇报国盟宾州的竞选战况 接下来换个焦点 内部市首局首席执行员 穆哈莫尼宗说 市首局将于明年上半年实施电子发票 或者是电子发票系统 以响应政府的数字化议程 他说电子发票将会简化和增强 我国的税收体系 促进透明度 并且提供更准确的合规风险评估 而电子发票的实施也有助于解决 因为影子经济导致的税收流失问题 另外在同一个场合上 首相阿华也表示将和尼宗接洽 商讨大马的税制 以增加大马的税收 不过首相强调 在推出新税务政策 或者是调整现有的政策的时候 政府有两大原则 也就是应征实征不成负担 接着来快速带你浏览其他重点新闻 政府上周同意向年收入10万令吉 以及以下的大马成年人发放100令吉电子现金 而这个援助金 政府将会在今年第四季发放 Cheles黄冠城广场金武发生天花板坍塌事件 商场中央最顶层的石膏天花板整片掉落至底层 索性没有造成伤亡 宾州威北发生一起家暴事件 一名有家暴前科的36岁丈夫 在跟35岁妻子吵架之后 移朝妻子泼汽油之后点火 导致妻子被烧成火人 索性孩子和邻居协助灭火 妇女保住了一命 但是上半身27%灼伤 目前在医院留医 警方正在追踪嫌犯的下落 并且以家庭纠纷角度来调查 那么今天的百格大事迹到此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百格大家讲 各位也记得分享按赞和留言哦